寒流籠罩 溫度低 天氣形態來說 在今天的清晨彰化的田中氣溫 在天亮之前 輻射冷卻作用只有六點二度 而到了嘉義呢 也只有七度 所以整體的溫度形態來說呢 在天亮之前 雲嘉南平原空曠地區 台中平原空曠地區 溫度都偏低 那台北呢 清晨的溫度只有十度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禮拜六平安夜 大家準備出門去 天氣狀況會是如何了 晴朗的天氣 但要特別注意的是 夜晚的天氣寒冷 早上的一大早六點鐘 在彰化雲林嘉義這種平原空曠地區 只有七度喔 所以要提醒大家出門的時候 穿著方面 在天亮之前都要注意保暖 那你以後我說 台北呢 台北九度 那高雄呢 高雄十二度 所以呢 溫度形態來說 在天亮之前都是一個非常寒冷的感覺 接著到了白天中午十二點 你看著天空當中的陽光 不要被陽光給騙囉 因為風吹來還是涼嗖嗖的感覺 中午的溫度在這整個中部以北 也都沒有超過二十度 北部地區也只有在十四度 中部地區也只有十六度 到了南部 連二十度都不到 大概十八到二十之間 所以呢 溫度形態來說 中午不要被陽光給騙了 不過到了平安夜的傍晚的時候的六點鐘 你就會發現到天氣晴朗之下 輻射冷卻作用又開始了 溫降的幅度就變得非常的明顯 而這一波的冷在平安夜這一天明顯 而到了聖誕節當天 禮拜天的時候 冷到禮拜天的清晨 禮拜天的白天溫度只有略微上升 接著週一的溫度上升幅度才會比較明顯 就來看什麼真實色彩的雲圖了 雲圖上面先來注意喔 台灣在這裡喔 有沒有看到整個強冷空氣過了韓國 過了日本 到了日本東邊的太平洋 而從太平洋再往南延伸一直到哪裡 到了呂宋島 所以連菲律賓北部的朋友都感覺到天氣變冷了 而在台灣上空呢 東部地區風場吹著偏北風進來 有點地形雲層 西半部地區都是天氣晴朗 晚上這個高壓帶下來的強冷空氣 整個西部平原空曠 相對的夜晚的輻射冷卻作用會變得更強 接著來看到衛星雲圖了 這一波的冷空氣 一個高壓勢力已經逐漸的釋放下來了 但主高壓的勢力仍然在西伯利亞的位置 源源不斷的冷空氣下來 明天又另外一個高壓系統下來 最強的時間點就在平安夜這一天 而使得中部以北的低溫部分7度 而到了南部地區的溫度晚上11度 而到了禮拜天的白天的時候 高壓強度來說減弱一點點 溫度上升 接著到了禮拜一氣溫再回升 那到了下禮拜三呢 北方又有高壓要下來了 所以呢整體的天氣形態來說 冷的感覺在這兩天是乾而冷的天氣 我們來看看溫度了 先來注意到晚上的溫度寒冷 在歪島地區都到各位數只有澎湖14度 天氣晴朗之下白天溫度上升幅度不大 而在台灣本島部分晚上北部8度 中部7度南部12度 天氣晴朗輻射冷卻 東半部早晚雲層略多 小丁丁兩件事情要提醒 寒冷的天氣穿著一定要注意保暖 沿海陣風都偏大 海邊城鎮的朋友騎車要小心 好 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iCo快點購 掃一下